三个月前我还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的命运不知何时和麻将交织在了一起 宝贝你知道吗每当别人伸手到鬼牌的时候你左手的食指会不由自主的崩直 所以是这张吧又赢了 怎么这样啊 那又是怎么看出我的牌的呀 你所做的位置我能从你眼睛的反光里看到你手里的牌 什么那那我呢 亲爱的如果你的脑和你的胸一样大就不会让我偷看到牌咯 莫莫你死啦 哎 风若 风若 哦 宝斯卡 别玩了快快跟我走 什么事这么紧 找你还能有什么事当然是好事 快给我走 哎呀你轻点 给我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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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啊 赞吧 麻将大赛 听说还是世界最高规格的麻将比赛 无聊 没进去 哦 哼 口是心非 哼 小朋友 欺负我们老眼昏花 偷偷作弊了吧 你把牌藏到哪里去了 真是给方禄丢尽了脸 我没有作弊 总之 我现在对麻将已经没有兴趣了 别 别啊 听说很多美女选手的 麻将可以不看 美女总不能无事吧 哎呀 再见 中国队的成龙选手 听到广播后 请继续归队 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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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 哼 走路看哪里呢 耽误了我的比赛 有你好看的 哼 你看 我就算能看到吧 多可爱的妹子啊 哪里可爱了 祸气那么大 看起来像是中国麻将队队员呢 不知道排气怎么样 走啊 看看就知道了 喂喂喂 这里得太远了 咱们也就看看热闹 我 我能够看到他的牌 我 你这是什么眼睛啊 还挺神奇的嘛 这牌被失定了 又喂牌了 中国队的水平 不过如此了 这个更要命 三分钟点炮的节奏啊 八万 这都什么跟什么嘛 都不按照透露出牌 风若你又说对了 那要是你下去的话 是不是分分钟解决他们呀 中国队打得这么业余 怕是悬了 没打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能保证胜负如何 实力不足是事实 这可不是个高运气的游戏 你很快就会看到 什么叫做实力 你看你乱说话 惹到人了吧 有什么了不起 走 我们去找个好位置去 救命啊 老家伙 你活得不太烦了 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你 广王贼 你们讲的什么鬼话 我听不懂 这老头还在胡说八道 看老子不把你 等一下 还不住手 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老头 算什么本事 再不走 警察可要来了 臭小子 没你事啊 还不赶快给我滚开 喂喂 看镜头 嗯 我说你们就不怕 在YouTube上出名吗 你们这些混蛋 你这小子多管闲事 真是 这次再去放过你们 算你们识相 老爷子 你怎么招他们了 我刚刚一边做准备 一边活动手指 那就这个样子 原来是这样 他怎么会有这枚硬币呢 据我所知 这枚硬币的持有者 难道说他是 胡伯 比赛马上开始了 找你半天了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又是你 别看我 我只是来帮忙的 队长啊 我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顿 现在看我这手的样子 怕是没法参赛了 胡伯 我们可是没有替补队员了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时候你要我 小伙子 你那枚硬币我看着眼熟 你跟风禄是什么关系 你认识我爸爸 你是风禄的儿子 是啊 队长 有救了 就让他代替我出赛吧 胡伯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谁跟你开玩笑了 说真的 他 老伯 你被人打坏脑袋了吧 我都没说我会不会打麻将 就算你会打 我也不会用你这种来历不明的臭小子 你说谁呢 有话好好说 顾队长 你也许不知道 十多年前 中国麻将记偷偷流传过一个世界 麻绳方禄的儿子是一个有可能赶超他父亲的麻将天才 麻绳 老伯 让你失望了 我只是个普通学生 不打麻将 更不是什么天才 抱歉了 阿斯卡 我们走吧 我想起来了 确实是听人提起过 帮路老爷子有个资质不错的儿子 不过 这应该是十几年前的房间传说了 据说 他因为在排局中受到了挫折 从此 在麻将界消失 风弱 一个摆脱不了过去的懦夫 即使他有再强的天赋 也终究只能是个弱者 每天都在战斗中成长起来都有 不会承认连麻将都不敢摸的人 中国队 更不会需要这样的队员 虎伯 我先送你去处理伤口 比赛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慢着 虎伯 你的比赛服 我穿会不会太短啊 哦 风弱你 哦 你怎么让我相信 你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碰过麻将的人 因为你没有选手 第六届世界麻将大赛荷兰赛区比赛 第二轮正式开始 请选手入场按号码就坐 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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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了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的选手 你是谁 我们的对手不是姑吗 你的位置在那边 各位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行不行啊 哪来的猴子 谢谢啊 比赛正式开始 这小子没有礼牌 小鬼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的 要给你点时间擦擦汗吗 小心手滑 这个选手比赛之中请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动作 莫非这小子的棋手牌真的出奇的好 悲风 自排放在最右 不是胖便是杠 中 风尖剑红 风尖剑红 什么意思啊 风尖剑红是古代麻将对决中挑战的宣言 通常都用在仇恨很大的对手之间 在古代往往在残忍的对决中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个日本人这么嚣张啊 这个那天是麻将姐出了名的字符 看来 方若被她盯上了 还给你一个 嗯 有意思 敢向我那天叫白的你是头一个 胡了 四十二班 七一色绝正 这 什么 这小子 完全没有整理排面啊 老大爷 为什么风若的牌放得这么乱呢 这是真正的高手 为了防止别人看出她的出牌顺序 才会这样做的 新手习惯把抓到手里的牌按某种顺序调整 通过她吃牌 摸牌 打牌 老手马上就会知道她手牌是什么 在不理牌的状况下打牌 需要有超强的记忆力 集中力 和计算力 只有几少数的高手才能做到这一点 稍有差错 就会换换整个牌区 这小子 是真的有把握才这么做 还是仅仅是太狂妄自大了 虽然看不到她所有的牌 但是 看目前的牌型的话 是要做缺一门 加上双按克翻书才够 但是太危险了 这个时候 如果不赶快把二童打掉 做会议色的话 果然还是太嫩了 死痛 吃 三童顺快要成型了 想做青一色或混一色吗 那么 肯定不会要筒子 胡了 推不倒 八分 怎么会 你再凑三色三童顺 二童 你是一定会打出来的 你 你怎么知道我有二童 从你理牌的动作和打出牌的位置 可以看穿你理牌时的习惯 你是按照万筒 条字 从左到右排列 顺序 顺序从小到大 只要记住了你出牌的位置 就很容易猜出你手里有什么牌 日本麻将是没有推不到这个番种的吧 看了我打出的牌 你第一感觉会认为我在凑青一色或者混一色 所以你认为统和万是安全的 别得意 推不到只有八分 你击不了多少分的 细水长流嘛 太棒了 方若 他能做到自己不马牌而算牌 还能牢记别人的顺序 那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是的 绝对的 方若的记忆力简直逆天 胡 其对 胡 三岸克 胡 胡了 可恶 看不透这个家伙 他到底会偷什么牌 好像打什么都不对 可恶 应该打点这张三万吧 他好像不是要玩子 不过 毫无头绪 三万留在手里的话牌型就乱了 到底该怎么办 你的步调已经乱了 我敢说你要叫Tim的 是统子的大牌 心口开合 你虽然效仿我打乱了牌的顺序 但你不自觉地会把某些牌上下震过来 所以你要打的牌 已经完全被我看透了 你打牌时会习惯摸摸牌命 你打牌时会习惯摸摸牌命 这下你算解脱了 八十八分 九连宝灯 方若你太胖了 大姨 大姨不要闹了 方家的玩儿干得好啊 今天是方若你出名的日子 继续努力吧 继续赢下去 想赢那也得有机会啊 怎么没机会 接下来我的比赛都交给你了 是吧 小谷队长 我们没有下一场比赛了 怎么会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出局了 队长 总比分我们还是输了 大家都努力了 结果还能接受 团体比赛 光赢一两场是不够的 我们接下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准备好下一次比赛 顾队 你看我干嘛呀 你是在埋怨我们这些人吗 我们在街道那儿 也是受人尊敬的主 谁不想赢啊 谁都想脸上有光啊 但是对手不按套路出牌嘛 你别把气都送到我们老爷人身上 行了 输了比赛 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哎呀 你少说两句 先回去吧 你还敢开火 别走吧 消消气 都是自己人 下次好好打不就是了 哼 这些群众队选上来的人 根本就成不了战斗力 对你们内部的事我不是很感兴趣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你等一下 我还有事要跟你说 比赛都打完了 忙我也帮到了 你还有什么事啊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 日本规则组也输了 还在 日本规则比赛 这是怎么回事 在世界麻将比赛中 向来都是中国国标和日本规则两套规则并行 我们一直和日本人争夺规则主导权 我国虽然绝对人口多 但日本规则比较完善 所以国际比赛一般都是分两个赛区分别比赛的 国标组都输了 更别提日本规则了 中国队的水平也太菜了吧 在我们比赛的同时 日本规则组的比赛中 我们的队伍被关系的玉木贴和阻击了 日本的实力有这么厉害吗 队长 日本队的人来了 你们好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我是日本队的领队 小田尤迪安 非常荣幸见到中国队的各位 我是中国队的队长 顾丹阳 顾先生的排技非常精湛 令人钦佩 程小姐的排技和人一样漂亮 见到您真是逼人的荣幸 只可惜没多从你们身上拿分 这位就是用一手九连宝灯 打败内田的方先生吧 你好啊大叔 没想到中国有你这样的秘密武器 我不是秘密武器了 我只是这里的学长 临时替补上场 以你的排技 迟早是会在国际麻将界声名远扬的 我看人从不走眼 这是我的名片 天凤啊 久仰 冯若君 你要是有兴趣来日本参加职业联赛 请务必和我联系 那么多有打扰了各位 期待与大家的再见 小田君 你未免把那个什么丰弱 看得太高了吧 你没有仔细看他是怎么接我的名片的吗 他开始的手势 只能同时换两张牌的木牌手法 后来我转成了能投掷励志棒的姿态 他就转成了能翻台的姿态 这个年轻人 未来在国标和日本规则的比赛中 都会大显身手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加入国内的职业麻将 冯若 你很受欢迎啊 奥斯卡 别闹 我可没兴趣 那好吧 算我没说 喂 你都不准备争取一下吗 你没有变强的野心 硬要你加入 也是没有意义的 小顾现在有时间吗 K总现在有点 这是刚刚比赛中替胡博比赛的年轻人吧 是的 你好年轻人 我是K 我看了你的比赛表现得非常出色 今天是我这辈子听到夸赞最多的一天了 大叔你 有没有兴趣来中国参加联赛 K总 我儿子是不会回去的 老爹 你怎么来了 你一手漂亮的九连宝灯 电视上播得清清楚楚 好好的书不念 来汤什么浑水 方朗 请你听我解释 K 你害我还不够 现在又来害我儿子 别做梦了 方老 您听我说 我们方家早就和麻将界划清了界限 请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们 这个年轻人竟是你儿子 我也应该想到他 老方 你的儿子有非凡的潜力 只要进入麻将界回国参加联赛 继承我麻神的位置 你不无可能 哎 喂 哎 方摩波 你不要生气啊 喂喂 他都这么大了 你怎么还把他当孩子 喂 队总 小姑 不惜一切代价 争取方若 回国参加联赛 好热闹啊 哎哎你快看那边 我们是来找方若的 没时间看热闹 嗯 趁机出来玩玩嘛 干嘛这么撕板嘛 嘿 找就找 就这么走遍整条街 一定能够找到他 嘿 老王 一会儿去打麻将呗 打麻将 老方家呗 老方家 哎 你好 哎 您知道方程棋牌室在哪里吗 哦 方程棋牌室啊 就在那边丑暖庄的边上 啊 谢谢了 哎 哎哎哎 你等我一下嘛 怎么这么多人问老方家的棋牌室 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这种棋牌的声音 好像春雷滚动 隐藏爆发之意的声音 只有真正的麻将手 才有这种洗牌的韵律 嗯 好一个星河道选洗沧海 陈雷精折 起伏龙 自从自动麻将桌流行以来 二十年没有听过这样的洗牌声了 喂喂 你到底多大年纪了 顾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嘿嘿嘿 小田先生也在 嗯 你们两个都是为了我儿子而来的吧 是的 方先生 请让令郎参加我们日本职业麻将比赛 我保证给他最优厚的待遇 方朗 方若有过人的天赋 无论如何 请允许他回国参加比赛 为国家队效力 哦 没想到我儿子这么厉害了 天赋 那种东西谁都会有 不过问题是 他真的有这个心吗 方若 怎么了 那帮老头子说我玩麻将作弊 我对他们说 我再也不打麻将了 那么 你作弊了吗 没有 那你说再也不打麻将了 是真心的吗 我以后 再也不想打麻将了 麻将的事 就用麻将来决定吧 我们打四拳 国标几分 顾先生赢了 我不阻止方若回国 小田先生赢了 我不阻止方若 去日本打麻将 方若赢了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要怎么做 但是 如果我赢了 你们不准再跟我们有任何的联系 老爹 有意思 那如果同分呢 如果与庄家同分 庄家说了算 如果与贤家同分 靠上风的说了算 也就是说 庄庄极其重要 丢了庄家 也要靠上风才行 看来 看来 胜负从智头子起 就开始对决了 如果大家都同意 那就从小田先生开始吧 游子 是 不过就是七点而已嘛 怎么会失手 怎么会 好久没有见到 关东的一圈半制点法了 什么是一圈半制点法 在日本关东 拿头子的时候 把药向上的面放在下面 然后 让头子在桌上滚一圈半 正好是需要的面向上 这 就是关东的一圈半制点法 这种手法 用在质地均匀的头子上还简单 这里的头子是牛股膜的 质地不均匀 所以 他的手法就不灵了 就是说 不可能想投什么就投什么了 对于不熟悉荷兰头子的日本人来说 也许是这样 但是 对于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方氏父子来说 只有十点啊 爸爸明明不希望我参加比赛 为什么要剃除这种赌局 如果拿到庄稼 肯定最为有力 不过 老爹 你会让我去吗 十一点 方若是在用这个方法试探方老的态度啊 如果方老想要作庄 他随时可以轻易地扔出十二点 哼 到底还是个孩子 关键时候还要请示老爸的意思 那么 轮到我了 轮到我了 终点 果然是老了 不中用了 那么 就请大家落座吧 现在是方若做庄了 二贵 你发什么来啊 快开始吧 小姑娘这么有活力啊 不如 让你来帮我们计分吧 嗯 这场排局的胜负看似简单 极是暗藏玄机 我赢了 方老虽然不会阻止方若回国 但是 决定却在方若手里 所以 如果方若不想回去 我赢了也没有用 如果是方若赢了 他想回中国或者去日本都可以 所以 从结果推论 如果最后方若回到中国参加联赛了 那我赢 和方若赢 都可以 这个推论 同样适用于日本人 理想的结果是 我赢或者方若赢 只要方若和顾队不打第一就可以 但是 说实话 我并没有独赢方若先生的射足把握 所以眼下最稳妥的方法 就是和日本人联合起来 让方若拿第一 一条 碰 四条 是 顾队和小田 现在都在给方若喂牌 看来 是想先结盟啊 自摸其一次 这么短的时间就结盟了 来吧 只要你们有目的 行动就完全可以预测 八万 碰 即使现在不护牌 也要先让方若能占往第一的位置 五筒 顾队又放进能成的牌去为方若 我们的分数现在已经是最低的了 这个顾队 一晚上都在为我牌 作为我的下下这样帮我 那下可是很大的 可惜啊 我要的不是五筒 而是六九筒 六筒 五 全双克 三克 双同克 四十二反 糟了 虽然我也知道不能百分之百相信小田 但是她什么时候做了这么大的牌 而我都没有注意到 莫非 这下糟了 小田的分数一下子反超了 我们的分数现在落后最多 这可怎么办才好 要是真的让日本人拿了第一 我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清敌了 不愧是方若 故意给小田喂牌 让她做成大牌的同时 胡方若要胡的牌 小田面对胡大牌的诱惑 必然难以抗拒 这样一来 她不但抢了方若赢牌的机会 更是打破了跟我军事的局面 联盟必然瓦解 虽然方禄的分数还没有很高 但是 如果真的让小田赢了 对我们来说 可是最坏的结果了 方禄知道 一旦小田破坏了联盟 我就不可能冒风险再次跟她结盟 果然要联合小田来打到方禄 是我太天真了 对不起 顾队 果然思前想后 只有把胜利掌握在自己手里 才是最保险的 果然谁也都不破老爹 尔童 吃 看来冯老爷子还是偏向我这一边的 胖 尔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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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凡 居然单掉梧桐 莫非她早就看出 方老爷子会为我什么牌 表面上做三色三铜顺 让我放松警惕 以为她要的是条子 实际上胡我要的牌 来破坏我的牌型 不愧是可怕的敌人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也难怪人家卯足了劲要追分数了 明明一直在为这小子打配合 只可惜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还一点主意都没呢 如果你要进入麻将界 没有赌上性命的决心 是走不下去的 自摸小三圆 不 一色双文会 不 散客 八条 二条 三桶 二桶 最后一局 方老终于向方若发起挑战了 从他们打出的牌就可以看出 方老故意跟方若做一样的花色 两人通过拼抢同一种花色来互牌 随时有可能造成死牌 可谓贴身肉搏般的近战厮杀 方老很顺利的听牌了 而且是胡三六九万三掌 胡牌的几率很高啊 老爹应该已经听牌了吧 跟我一样做万子的牌 可我这牌还差两轮呢 三文 这张牌是老爹要胡的牌吧 这张牌 一切都结束了 这 什么意思 不胡吗 是我计算失误 不会吧 老爹应该是要这张牌的 难道 这不是胡了吗 方老为什么不胡牌 难道 方老是非要从方若手里拿下这一局 好吧 老爹 既然你这么有兴致 我就陪你到底 三万碰 正常来说一定是做对对胡的番数高 不过这张九万是一定出不去的 四万 一桶 三条 几万 吃 方若很果断的放弃了对对胡 很明智 即使方若没有胡三万 方若还是很坚信自己的计算 觉得九万是一张绝对不能打的牌 八万 这样的话 方若就是听二五万 还有希望 九万 换听了 方老的牌这个时候换听 难道是摸到了二万 摸二万打出九万 就变成了听二五八万 跟方若听相同牌的同时 多听了一张八万 这是非要拼命你死我活了呀 为什么老爹非要抓着我不放的 你为什么要开这场赌局呢 如果你人直面我挑战的勇气都没有的话 麻将 你还是趁早放弃吧 真是没办法 老爹提起兴趣来 真是好可怕 那么接下来 就看老天的安排了 不 八万 完了 最绝望的一张牌 方若手里所有的牌 都可能让对面胡牌 已经无路可走了 没办法 这就是所谓神的安排吧 麻将之神 总能感受到更尊敬麻将的人 胡了 果然还是赢不了老爹呀 结果 还是失败了吗 故 故对 行了老爹 你也不用抽了 我会乖乖在学校念书 不会再跟麻将扯上关系了 方若 方若 明明就差那么一点了 怎么就摸到那只八万呢 这不科学啊 方若 大家 比赛 比赛的分数 是同分 同分 是啊 四加平分 都是五百整 方老先生 不可是麻将界的鬼宝 能把牌局控制到这个地步 真是让人开眼 还以为多少能跟方老较量一下 没想到 完全被玩弄于鼓掌之间了 不过同分的话 也就是说 你是庄稼 你来决定该怎么办吧 想不到 我还是用出了黑暗麻将节的手段 你小子会吓我的嘴巴 去你的 你也长大了 回过后要学会照顾自己 放心吧 好了 准备走吧 不要记得脸是我 我老爸就交给你了 再见了 我们的机票都是提前订好的往返连票 你只能自己转机回帝都了 无所谓 我就当理由了 我给你的派带装个QQ麻将 正好打发时间 麻将游戏 太幼稚了吧 你先升级到雀神再说 好 帮我离你 小心驾不出去 你敢再说一遍 没你自己饶命啊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关闭所有通讯设备 系好安全带 儿子 一个人在外 凡事不可逞强好胜 于是要冷静 爸爸 我会小心的 您保重身体 现在她的情绪比较稳定 我们从香港转接去北京 是 一定保证完成 中国人 太好了 美女 你也去北京啊 看来这个妹子不好惹 算了 就这幅飞机 还坐经济厂 老子在国内做的都是头等厂 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烟饮饭了 同志通融一下呗 我要抽烟 请您保持安静 是是是 这个打扮 他们不会是警察吧 准备登记了 你们当然是巴不得赶紧交差了 先生 东西掉了 谢了 小老弟 好厚的麻将节 莫非是老手 尊敬的先生们 女士们 欢迎乘坐企鹅航空的A380 飞往香港航班 您所乘坐的飞机 马上就要准备起飞了 请大家再次确认 安全带已经扣好 现在向大家介绍 本次航班的机组成员 我饿了 我要吃东西 李先生 再次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要滴血糖 你不怕我死在飞机上啊 先生 您需要帮助吗 我只是想吃点东西 没什么 哎 吃块小克力吧 谢谢 不用了 我们有自带食物 我很愿意收下您的好意 谢谢 希望你们对此次的旅途感到满意 哦 哎 不客气啊 第一次遇到这么热气的飞行员啊 下次 这种事情交给空姐就行了 你是飞行 嗯 快点啊 我等到花都谢了 催什么呀 要是联网跟真人玩 我都能用这句话按照奥斯卡我要什么牌了 嗯 这怎么着 难道飞机出故障了 怎么回事啊 我这是到哪了 啊 喂 这边 嘿 here look at here help 哎呦 这不是给我巧克力的小老弟吗 你 你们 巧克力味道不错 作为报答 我把你们安全着陆了 你是谁 想怎么样 我说按黑麻将解之托接李先生回家呢 其他人是怎么样了 你们不要乱来 再废话就杀了你 杰驰 应该是按黑麻将界为李全出手了 魔鬼魔旨李全 这是反弹局的行动 秘密引渡并没有通知我们 那封入怎么办 我来负责 你不用担心 是 咱们这角色变化挺快的 你们现在是我的阶下球 你得求着我饶你一命 你别太得意 小姑娘 嘴背要太硬了 你 这么漂亮的小脸蛋 你混蛋 老子挪用了两个一起赌钱 回去也没什么好下场 按黑麻将解帮我搞个引渡期间神秘失踪 我改个身份就能继续收拾败 你逃不掉了 我这就送你上路 我可不想见血 轰老弟 放松点 谁让他们这么多话 别别 你等我走了再说 我晕血 等等 小老弟 你还想说什么 你很喜欢麻将吗 应该是个高手啊 当然 我也喜欢麻将 还赢了很多高手 要不要和我赌一把 高手 中国国家队的顾丹阳 日本天风麻将的小田 以及麻神K 你知道吧 真的假的呀 年轻人 当然是真的 这里这么无聊 我们活着就陪你消遣消遣 而且我们都在你们手上 我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有道理 不过 我从来都玩大不玩小的 你们筹码和我赌啊 就拿这小子的命赌 怎么样 好 我来和你赌 放了小爷和这个孩子 没你说话的分 可惜这小美人啊 老弟你动作好快呀 哼 小伙子有胆识 看在你帮我说过话的份上 我们就赌一把 既然赌注是我的命 那就一命换一命 包括他们两个 嘿嘿 先赢了再说吧 年轻人 你去把他们的登机牌拿来 这家空壳A380上 总共530个人 这是你们的登机牌 就用这些人的命做筹码 你赢了多少 我就放多少 怎么样 小伙子 好 喂 抬上来 没办法 拼了 嘿嘿嘿嘿 小老弟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来吧 坐 我们三个挖 那你找个搭档吧 我麻将虽然打得很烂 我来 小语 好 你只要不点炮 不吴也没关系 你不要小看我 我可是QQ麻将打到了雀神族的 雀神族 我们有希望了 哼 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小老弟 我叫方若 学生 暗黑麻将青龙堂的红青龙 我是反贪组的言语 我吗 之前的职位就不提了 道上的朋友都叫我魔鬼拇指 魔鬼拇指 具体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所有筹码 你们的 我们的 这不公平 公平 小姐 我有枪 你没有 原本我可以一枪毙了你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这就是我给你的公平 坐下吧 这是他们的地盘 当然 要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玩 哼 实时务者为俊剑 我有一个问题 一把只能一个人赢 如果我赢了他怎么办 我们不打国际 不点炮就不会有问题 干脆就用相当马将规则吧 香港规则是三番起乎 十三番上限 番种倒是很齐全 在同一套牌里 同时存在吃牌 碰牌和杠牌 而且没有番数的牌 是不允许胡的 所以在玩法上偏重于胡大牌 只可惜他们太赖皮 我不能自摸 否则三家都要给钱 言语的命就没了 所以只能让李全 或者洪青龙 给我们其中一家点炮 这种情况下 爸爸会怎么办呢 爸爸 你是怎么做到 能让我们平分结束的 嗯 用脑 这是废话吧 用脑的意思不是计算牌局 而是计算人心 只要有目的 就可以预测行动 就可以被引导 我只是将你们引导到我希望的目标 这些人是罪犯 但不是夺人性命的杀手 他们有他们的目的 劫机也好 坐在这里打麻将也好 不要愣着 赶紧洗牌呀 这个胖子的目的 不可能是杀掉这些人之 他只是个贪官 不是杀人犯 鬼痴 那我就不客气 先开始了 大家好 很高兴计到各位 想当近乎吗 现在说这个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卷风加双花牌 糊了 但是 绝对不能自摸 否则言语就会输掉 可恶 只能这样了 九条 碰 可恶啊 是混一色的调性 哼 臭小子 知道老子在凑混一色了吧 不过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看你的样子 是不敢自模糊 这个女人的牌的 那九条就是最好的证据 看你已经打出来那么多桶 老子的闲章只有两张桶 打出来之后 就可以稳稳的凑混一色了 又 又来了 可恶 不能胡他放的炮 小老弟 你好像很难过呀 你知道吗 港马的规矩在同一群里 如果你放过了第一张 那么就不能胡第二张 可恶 居然又是这样 还是不能胡 怎么办 要打掉吗 按理说夏家已经碰过九条 现在再打出去的话 应该不会被吃 但是 言语现在是 十二万的顺子是吗 三条被上下碰掉了 九条又被下下碰掉了 刚刚好像 大家好 很高兴见到各位 想当近乎吗 现在说这个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利用这点试试 尝试配合一下吧 您的牌打得太好了 既然大家都打六条 我也打六条喽 胆子不小啊 明知道我在等条 竟然还敢大条 但是你吃不到 不是吗 这次算你走运 七条 这样一来 胡魂一色就更进一步了 好 一切都要看这个孩子的了 不好 他在流汗 冷静 小伙子 这场麻将事关全非激人的生死 千万 千万不能处错 快一点吧 我等到花也卸了 你 你别催他了 他会分错误的 这已经是最后一张能胡的六条了 然而这不是一场计算牌的牌局 只要有目的 行动就可以预测 此刻我们会在这里打麻将的原因是什么呢 只要想明白这一点 出路就绝对不会只有一条 放弃胡六九条 决定改胡七八队倒了吗 就算是那样 你以为我就会打七八条了吗 我手里的七八条是绝对不可能打出去的 而且现在你打出六条就意味着 你竟然还敢打六条 听牌了 四条发在对岛 或者单卡三条吗 已经只剩一个三条了 这种情况下 当然要选择两面听 这小子一直在等条子的大白 所以二条是绝对安全的 哼 就是这样 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点炮 而此刻 我们会在这里打麻将 就是因为你们的自负 哼 胡了 三色同顺 全带腰 花牌二 竟然 胡得会是这个女人 你们都在盯防着我的牌 却忽略了我的搭档 合作愉快 颜大姐 我才二十八岁 不愧是至上一百四十六的小颜 一百六十分 洪先生 你们两个真以为我不会打QQ马将吗 在老子面前耍这种马戏 这一局就算了 下一局要是让我发现你们还在对QQ马将的暗号 你们就等着吃枪子吧 本来只是想消遣消遣 臭小子们 你们逼我玩真的了 让你们坚持一下 惩罢东南亚的魔鬼拇指 我被算计了吗 这小子知道我在凑混一次了 又通过某种手段得知这个女人听的是二条 所以故意为条子的大牌给我 好让我把手里的条子小牌打出去点炮吗 我居然被这样一个小子算计了 可恶 绝对饶不了你 第一盘侥幸过关 不过已经没有办法再用爱你了 再是其他办法 有只兄弟 我更在乎这个人 他刚才自我牵手是鬼指 魔鬼无指 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我原以为是指手速 不过从他的表现看起来并不像 要么 就是咱们莫派还算抖手下了 小妞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什么 第一 你现在用这八十个筹码 让我们放走八十个人 当然 这就表示你必须连赢下去 因为你已经没有多余的赌资了 第二 你留下这八十个筹码继续和我们赌 但是这八十个筹码可能被我们赢回来 这样一来 你可能一个都救不了 你打算怎么样呢 我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 我选择 继续 不可以满足于只救出这八十个人 继续 我们要把所有的人都救出来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现在需要筹码 要救出所有的人 你是说要赢光我们所有的筹码吗 太侥幸赢了一局 不要太高看自己了小子 不错 想一下把你们都赢光确实有困难 所以我想拜托大叔你增加一个规则 规则什么规则 很简单 我们两两一组共享筹码 一组人共享筹码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规则 很简单 在组队的两个人中 一方输光的情况下 另一方可以为他代付 因为大叔你太厉害了 旁边这位小哥虽然也很厉害 不过看起来 也不是不可以达到的样子 你 你说什么 别说别说 冷静冷静啊 为什么要故意激怒他 你也知道 我没有办法能救所有的人 必须要得到你们全部的筹码 集中攻击一个较弱的对象 对我来说比较有利了 他说明是麻将界的老前辈了 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 不会不给我们吧 就当给我们一点点机会嘛 还是说 你觉得没有十足的把握 能战胜我们呢 原来是这样 他是想用激将法 可这样李全会上功吗 不 应该说 就算李全真的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打赢他了吗 哼小弟 激将法是没用的 你太小看我了 没能作效 你表面上说是为了战胜我们 其实是为了你自己吧 我和洪青龙都手握大量的筹码 这个女警刚才侥幸赢了一局 也拿到不少筹码 至少可以够活一阵子 而你 你才是现在局势中最危险的一个吧 就算不点炮 你也难保我们子墨 说什么通过这种方法战胜我们 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 万一你输掉 还可以让这个女人替你支付 不是吗 哎呀 既然被大叔您看出来了 其实有那么一点这层意思了 毕竟是和大叔您这个等级的人较量 有点担心了 那小子 笨蛋 怎么把这些实话都说出来了 那对方还会上钩吗 不对 这一切应该还是在掩饰 这个孩子从开始就一直很冷静 他很清楚现在的局势 顾强筹码 对我们来说 既可以自保 又可以反击 可以说是在目前的局势下 我们唯一的机会 在李全这种老油条面前 一切心机都会被看穿的 想要抓住那一丝希望 就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骄傲 统一和我们比赛 对我和盐玉台QQ暗号 不管不问 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骄傲 他的绝对自信 所以他才有这种余裕 在做出结极这么大的事之后 仍然如此从容 那么 唯一能让我们占有那么一点优势的可能性 就是他自己的这份骄傲 好吧 我就给你们这个机会 对啊 谢谢大叔您了 李先生 这样没问题吗 嗯 不过小兄弟 如果觉得这样松了口气 可就大错特错了 你应该有所觉悟的吧 现在才刚刚开始 不错 断腰三色铜顺 或者一条龙都有不错的调性 而且这张红钟 我就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小子 一桶 如果快速平糊可能更稳健 但港马又没有三不高这种范愁 俗范很困难 如果可以抓到紫子混一色 一面才会大一点 诶 事实其心不靠也可以 嘿嘿嘿嘿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摸到万字 嘿嘿嘿嘿 没机会了 吃 臭小子 一定要你死得很难看 这么快就明白 一点都不打算隐藏牌行吗 难道说他的牌很好 真正可怕的是李全 他被称为鬼子 不知道会有什么奇怪的手段 嘿嘿嘿 小子 我很清楚你会做的牌型 做万字的混一色 或者七星不靠 万字和字牌都是不会扔的重要牌 酒 很好 混一色七对子 那么暂时放弃七星不靠了 八头 把那张牌收下了吗 嘿嘿嘿嘿 来了 门清混一色四万西风对倒听牌 嘿嘿 只要打出这张红钟就可以定牌了 上下两下都有打出过红钟 所以应该是绝对安全的 没问题 嘿嘿嘿 我就知道你会打这一张的 小子 你的麻将还是太嫩了 难道说 这样你就觉得可以战胜我鬼子力全了吗 不 七对子单挂红钟 不 不可能 你刚刚自己打了一张红钟 而且对家也打过一张 不可能吗 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太多你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人类在面对未知力量的时候 总会感到莫名的恐惧 好好珍惜那份恐惧吧 本军一百六十分 再说一句的话 Game over 了哟 门青混一色四碗西风对倒定牌 嘿 只要打出这张红钟就可以定牌了 上下两下都有打出过红钟 所以应该是绝对安全的 没问题 嘿嘿嘿 我就知道你会打这一张的 小子 你的麻将还是太嫩了 这样你就觉得可以战胜我鬼子力全了吗 难道说 不 七对子单挂红钟 不 不可能 你刚刚自己打了一张红钟 而且对家也打过一张 不可能吗 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太多你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人类在面对未知力量的时候 总会感到莫名的恐惧 好好珍惜那份恐惧吧 本局一百六十分再输一局的话 go over 了哟 方若 你没事吧 要不要休息一下 谁允许你们休息了 比赛还没几数 没事儿 算了 让他们去 就当中场休息好了 我也太热了 喝口水歇一下 喂 拿着喝的来 方若 到这边来 方若 你没事吧 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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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来是我们部门的事 需要你呈的这种压力 对不起 委屈你了 没关系 这也是我的事 好了 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我想 我已经知道她的鬼子的能力了 那张红钟 是从我最开始抓牌的时候就握在手里的 她一定知道这一点 换句话说 她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所以故意设计我最后放炮 这 这就是鬼子的能力吗 那 怎么破解 破解不了 也不需要破解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冷静下来想一想 你觉得即使我们赢了他们 他们会乖乖放人吗 你 你是说 这军麻将对他们来说是什么 只是消遣而已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猫抓住耗子之后的游戏罢了 他们劫持飞机 绑架了六百多名乘客 就为了救出李全一个人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看到码头 他们一定是在短时间内 另行安排了逃离计划 做船 说得好像是歪国的语言 我们从敌尸起飞 到帝都要九个小时 直到我们晚上睡觉失去意识前 大约飞行了五到六个小时 从时间 距地 还有这些恐怖分子的样子上来看 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在帝都最南端以为的公海的小岛上 但是距离我们国家的领海肯定不远了 被歧视的飞机没有进行任何温重 很容易被发现 我们只需要坚持一段时间 救援一定会到 这帮家伙其实比我们急 他们要逃跑 我不能放过他们 要想办法把他们拖住 将他们绳之以法 好了 休息的够了 好了好了 我们过来了 芳若 你还没说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不是共享筹码吗 共享筹码 回来了 小老弟 感觉怎么样啊 托您老的福 状态还可以 好了 让我们再开始吧 这个动作 是巧合吗 还是只是他马牌的习惯呢 对了 难道说 就是哪一个动作 他磨出了所有他面前的牌衫是什么吗 虽然是我的猜测 但是如果他确实知道 我手里有什么牌的话 那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按照这样抓牌 最后就会落到李全的牌衫了 如果我刚刚分析的没有错 这一局正在朝李全导演的方向惊喜 不花 手牌不错 这小子的手牌 目前知道的只有一张北 一张七条 你们再挣扎也没有用 你们接下来每一轮末的牌 我统统都会知道 按照我的判断 李全能记下自己牌衫所有的牌 如果是这样 我手里的这张牌 还有刚刚从李全面前的牌衫抓来的三张牌 在他眼里相当于透明的牌 而且从这张牌开始算起 我至少要从李全的牌衫中再摸到五张牌 以上一局的状况来看 李全属于进攻险 认准我手里没有用的废牌来构成牌型 这样我放炮给他的几率就非常的高 所以 从李全排山摸来的牌都非常危险 任何一张打出去都可能中他的圈套 把我排山摸去的牌丢出来 就有可能放炮给我 留下你自己的牌就会杂乱不堪 无法撑牌 无论如何最后赢的都是我 你想做什么牌我一清而出 四万 吃 吃 第一选就明牌 真是心浮气躁 这么早就吃牌 对后面的牌型有很多的限制 菜鸟就是菜鸟 李全的能力确实可怕 他现在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从他排山摸进来的牌 都不能轻易打出去 有点棘手啊 不过好在 这不是一场我一个人的战斗 一头 留下了留下了 你把摸进去的牌留下了 你手里的牌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我要给你留一个什么惊喜好呢 对了 就这张北风好了 这张北风 将会是夺走你生命的利己 你 李全的能力确实可怕 他现在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从他排山摸进来的牌 都不能轻易打出去 有点棘手啊 不过好在 这不是一场我一个人的战斗 一头 留下了留下了 你把摸进去的牌留下了 你手里的牌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我要给你留一个什么惊喜好呢 对了 就这张北风好了 嘿嘿 这张北风 将会是夺走你生命的利己 四桶 碰 二条 七 五万 这小子 这小子又把牌留下了 现在他的手牌 多数都已经是透明的了 只是很奇怪 他手里的牌乱七八糟 根本不成牌 他为什么不把牌打出来 按照我的剧本 他应该把北风打出来 放我的跑 北风留在他手里 根本毫无忧愁 难道他看穿了我魔鬼手指的能力 嘿嘿 这小子果然有点小聪明 可是这也如何呢 就算你知道了我的能力 把牌都留在手里 但是你根本护不了牌 而我 即使没有人放跑 在我牌山的最后一掌 留了我的自摸牌 再过一局 我照样可以赢 值得注意的 反倒是这个女警的牌 看样子应该已经停牌了 而且应该是和我一样的牌型 三色铜顺花牌门风客 不过 除非是单挂降头 否则那么明显的虎牌 谁会去点炮 我可是再一轮摸牌就要自摸的 一万 我说大叔 看您的牌型 应该是一二三铜顺门风客吧 竟然扔出了一万 是停牌了吗 是又怎么样 你有办法吗 你离停牌还早着呢 我是离停牌很远 不过我的对价 应该已经停牌咯 那又能怎么样 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停牌 你觉得我们会点炮吗 你们当然是不会的啦 那倒说你 三铜顺门风客 花牌一 三番 混蛋 搞什么 你居然点了他的炮 我也不是故意想点炮的 没办法呀 那 暴屁 你是故意的 原来如此 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组队借贷筹码 什么为了打败我们 什么自保 都是烟雾蛋 你和这个小牛商量好 要互相点炮 这样就可以不扣点数 这小牛会把牌做得这么明显 也纯粹是想方便你点炮给他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已经知道了我规制的能力 所以把从我拍山摸去的牌全部留下 为的就是不点炮给我 你不在乎会因此打乱自己的牌型 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互牌 亏我李全在江湖上行走了这么多年 居然被你们两个如朽未干的小屁孩如此捉动 非常的不愉快呀 本来只是想消遣一下 没打算杀人 现在看来我得杀两个人了 自作聪明 臭小子是命吗 什么情况 你们准备走 一套 一套 好厉害 快这 快撤 把他们俩逃进去 我的臭小子 糟了 我扑剑把你现在怎么办 没办法 持就要出来 凤若 凤若 凤若你没事吧 凤若 新姓 芳若 严 严警官 李全呢 他跑了 不过你放心 他跑不了 码头已经被占领了 他们无处可逃的 芳若 我们成功了 太好了 你没事吧 这边 怎么样 好 来 来 这边 这边 放心 放心 你去帝都打算住在哪里啊 有亲戚吗 没有 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呢 我有一个表妹 她最近正发愁找不到合作的人选 合适的话 我 我 这合 合适吗 那行吧 你不满意的话 我再让她帮你找房子 那 紫语小区 很好找的 哦 好 谢谢啊 您辛苦了 K总 没想到 您也会亲临现场 李全果然是很棘手的人物 李全的事还好 与之相比我更在意的 是那个年轻人的表现 年轻人 您是说 芳若 大致的情况 我已经听小郑说过了 回去之后 再进行一次详细的汇报 今天 让我们来讲一些高深点的话题 麻将是什么 也许有人说 麻将是运气 有人说麻将是计算 当然也有人说 麻将是赌博 可是对高手来说 麻将是人心 那上一集中 李全给芳若设计的陷阱来说吧 她胡的是七对 原本手中就已经有了一对红钟 可是 她为了引诱芳若点她的炮 所以故意拆散了这对红钟 打出其中一张 来勾引芳若手中那张单的红钟 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李全知道芳若手里有什么牌 或者 至少知道芳若手里有一张红钟 才会这么做的 所以 在点炮之后 芳若就立刻判断出 李全所为鬼指的能力 就是可以摸出所有的牌 而要击败这种能力 芳若要做的同样是计算人心 知道对方有什么牌 有时候是好事 但有时候也不是好事 比如 本来在普通情况下 一个人原本要打的牌 在得知其他人手里部分牌之后 反而要猜测是不是有陷阱 从而限制了自己的脚步 要打败鬼指 芳若要做的 就是利用李全能看得见的部分 创造出心理上的陷阱 芳若知道 李全看得见她手里的北风 接下来芳若会摸的牌 李全同样也都知道 不过 这没关系 芳若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让李全反而无法判断出芳若想要做什么 耽误了成牌的时间 借用芳若老先生的一句话 人 只要有目的 行动就可以被预测 看透人心者 才是真正的麻神 帝都机场好大啊 这么多人 也不说来个人接我 行李也没了 就剩下个钱包和硬币了 怎么办才好啊 连手机也摔坏了 真是货不担心 也不如讲理我一台新的 算了 走一步算一步吧 What the fuck 怎么这么多人 哎呀 地图好热呀 哟 小兄弟上哪儿啊 啊 您等一下啊 哎呀 走 走 哎呀 这倒霉啊 您好 帝都屋有几个叫沙滩的地方 呦 这可没准了 什么东沙滩啊 后沙滩啊 还有叫沙滩的地方 哎呀 我说啊 咱这要去哪儿啊 啊 有这么多沙滩啊 没办法了 那都去看看吧 都转一圈是吗 好嘞 您做完了您嘞 咱这就领年都一圈 这就是地图啊 这里已经堵了两个小时了 连个红绿灯都没过去 然而表一直在跳 我就上身上带的这点钱了 不行 闭不住了 请 请问 啊 这里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上厕所啊 哦 上厕所啊 哦 上厕所啊 接着 嗯 这 这是什么鬼啊 到了您嘞 六百七十八 您没说还真挺不好找的 你要发票吗 我 不用了 我的钱包 哎 哥们 哥们 下次下个打车APP 有折扣哦 呃 一零一 就是这里了吧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对不起 请让我过一下 啊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谢谢啊 一零一 就这里了吧 啊 哎 好不容易到了这里 不会没人吧 喂 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你又是谁 来这里干什么 啊 我 我 我来找一个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 叫什么名字 嗯 名字 是叫言语的吧 言语 你们 你们什么关系 我们认识不久 是他让我来这里住的 臭小子 我还没死呢 这儿就该对言语下手 啊 你说什么呀 别对 今天就要你知道 我何文的厉害 啊 呃 你 住手 啊 呃 呃 言语 呈鹿 嗯 嘿嘿嘿嘿嘿嘿 我已经搬走了 我跟芳如之间 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我们是在帝国转机时认识的 他帮了我不少忙 他刚从H国来 在帝都也无依无靠的 所以我介绍他来和成鹿合租 那 那他到底帮了你什么忙 他 帮我打麻将 他这个毒蛇自大狂能帮你什么忙 我看 应该是向你搭讪被揍了吧 小鹿 别胡闹 呵呵 你们先聊 我回房间了 呃 言语姐 我谢谢你的行业 但是我还是换个地方住吧 换个地方住 说得轻巧 你知道帝都的房价吗 我说 嗯 就算是认识的 他一个大男人 总是不合适的吧 这个不用你操心 我明天就出任务了 今天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 你干嘛这么说 我不是关心你们吗 关心你们还错了 我说了 让芳如住在这里是我的决定 以后我的事情都与你无关 啊 行 随便你吧 呃 你们这样没关系吗 将来有而已 一天天的游手好闲 好吃懒做 就这样 还总说什么想给我一个家 傻瓜一个 啊 啊 您有三条留言 喂 虎丹阳吗 听到留言请给我回个电话 就打到城路这儿就行 喂 虎丹阳 我的方若 出了点意外我的手机报废了 现在借城路的手机联系 打了几次你电话也没人接 听到联系我 喂 虎丹阳 你怎么都不回我 城路说你让我后天去麻将司考试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哎呀 真是 哎呀 真是 太讨厌了 我真觉得他身体 有什么好呀 哎呀 烦了你 这有什么呀 哎呀 这大早上子真是 这一大早在吵什么呀 您自己看看时间 才五点 大清早的 吵的人都睡不着了 我们大家伙 锻炼锻炼身体 挨着你什么事儿来啊 小丫头骗子 你就是叫人啊 你 你们不讲道理 哎呀 大清早不让人好好睡觉 我还得倒时差呢 跟我吵架的时候那么凶 怎么现在舌头不利索了 这一大早在吵什么呀 您自己看看时间 才五点 大清早的 吵的人都睡不着了 我们大家伙 锻炼锻炼身体 哎呀 你什么事儿来啊 小丫头骗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大清早不让人好好睡觉 我还得倒时差呢 跟我吵架的时候那么凶 怎么现在舌头不利索了 你别在这儿跟我耍什么威风 在荷兰的时候 就仗着是正式队员 对我们这些老年队里出来的 指手画脚 你说说 我们趁着早上锻炼身体 打扰到谁了 打扰到谁了 谁呀 就是 这又不是在队里 我们在自家门口跳跳舞 你管得着吗你 你 你这是抢字夺理 哎呀 行了行了 大清早的拜托你们不要再吵了 呦 这不是荷兰比赛时候 胡伯介绍的高手吗 真不愧是年轻人啊 这么快就勾得上了 海归就是开放啊 姐妹们 你们说是不是啊 真的呀 哎呀 我的天哪 才不是那种关系呢 还解释什么呀你 你 哎呀 不要太激动嘛 我们回去吧 不跟他们一番见识啊 这有你什么事啊高手 真不知道队里的领导看上你什么 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你打过几把麻将 你自己在比赛中输了牌 还这么几队赢了的芳若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呦 成禄妹子 这话就远了吧 是 我是输了牌 可成禄妹子你也没赢两把吧 嘿 有本事你赢了我们家老赵啊 他可是你们马奖司的正式队员 牌子论背 你还得叫他一声赵师傅呢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咱们撤了啊 悠悠 这就走了 走吧走吧 算你失效 知道自己的正式队员身份 是朝队长抛妹眼得来的 就别出来瞎嚷嚷了 也不嫌丢人 看是小姑娘有本钱哪 不像我们老阿姨 处处不受人待见 输了一两场 还要挨批一瓶 你拉着我 走回家 这位大姐 你说你老公 是麻将司的高手 对啊 我们家老赵厉害真的 怎么 不服啊 那好啊 那么 就让我们两个小辈 来请教请教呗 疯 来就来 谁怕谁啊 不知道天高地厚 老伴 老伴 算了 算了 算了什么 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一下 是 是 小子 我们家老赵 可是西洋红老年麻将队的主力 咱们走着瞧 请多指教了 今天呢 咱们就按咱们帝都的老 规矩 不行 风鲁是从荷兰回来的 要打 打国际 呦呦呦呦 这就开始互短了 这里是帝都 当然要按帝都的规矩来 想打国际 回荷兰去啊 你太不讲道理了 没关系 边打边学就是喽 疯哦 哼 小伙子 话不要说得太满呦 一会儿让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这什么手气嘛 根本都不挨着 对了 既然如此 就试试那个好吗 七 动 七万 小姑娘 你脾气不小嘛 吓唬人是吗 怎么 不行啊 尤其冲你们家故队撒去啊 吓唬我们家老赵干什么 谁吓唬他了 他自己的小孩怪我了 还能不能好好打牌了 糊了 十三不靠 这么快 我说怎么这么快呢 还十三不靠 你这是炸糊啊 我就说嘛 感情是炸糊 哟小伙子 你会不会打麻将 炸糊啊 那种水平 还能去什么打赛的 就是 什么 我哪里炸糊了 这不明明就是 十三不靠的排情嘛 芳如 你确实是炸糊了 为什么 帝都的打法 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 必须齐全 连这都不知道 还说自己在荷兰不是脚 老兴 你不要说的这么过分好不好 方若他刚回国 他又没打过 帝哥麻将 没事没事 慢慢来嘛 原来各个地方的十三不靠的 规矩不一样啊 有意思 既然做大牌 有规则上的风险 那么 秋狐小牌好了 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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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几乎这种小屁胡 还让不让我们做大牌了 没有啦 人家不会打嘛 人家能胡就是本事 你管人家胡什么 真是蚂蚱也是肉 好了好了 不要吵啦 刚才那几把 只是为了熟悉一下规则 接下来就该发力了 看来是在做惠鱼色嘛 看他你都受了一上目的气的份儿啊 帮你一把吧 八条 哎 吃吃吃 胡啦 西风 紫魔惠鱼色 啊 八碗 吃 三碗 碰 胡 胡 紫魔惠鱼色 跟老娘比快 这么快 这才第五旬 他排这么好 不对 这里面透着奇强 来啊 再试试啊 三桶 吃 五条 碰 西风 杠 怎么才打什么你就要什么 小姑娘 这就叫夫妻童心 齐力断金 你啊 学着点不 老招两口子开始发力了 行 还是老的啦 太可怕了 不可能这么巧 赵建国打什么 周姐姐要什么 除非他们作弊 这里有两个要点 弄清楚这两点 就可以知道他们有没有作弊了 首先 他们是如何传递信息的呢 那个动作 三桶 吃起来 九条 碰 我明白了 原来就是靠这种方式传递周姐想要的牌 我还有一个悬而畏惧的点 就是为什么周姐要的牌赵建国通通都有 不可能是巧合的 不过答案也就在眼前了 四桶吗 没有打四桶而打了七条 好 是因为手里没有这张牌吧 八万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打了个喷嚏 什么嘛 吓了我一跳 不好意思啊 有牌了 开始表演吧大叔 就是现在 这是怎么回事啊 摸下巴是腕 摸鼻子是条 摸脸颊则是筒 左手在桌子上敲击的次数 则代表了需要的点数 如果手里没有需要的牌 就从桌子上偷摸 我说的对吧 你们居然作弊 这 没想到老赵两口子打麻将 靠这种手段 那以前他们赢了那么多 是不是都是作弊来的 以后可不敢再给他们两口子打麻将了 把人弄白吃啥嘛 我 我们 老汪 看什么看 都亏你 回家你给我当家 老汪 老汪 小意思 我这算是帮你找回面子了吧 是不是该请我吃一顿啊 好啊 没问题 哎呀不好 我想起来了 快点今天找我有事 我得赶紧去一趟 我先闪了 哎 我晚上回来请你吃饭 在家等我啊 等你晚上回来 那我不得饿死呀 那算了 自己找点吃的吧 嗯 是 刚刚买了外卖回家去了 我会盯住他的 是 明白了 哎呀 这帝都的泡面真是种类繁多贵到又好啊 今天试试哪种口味呢 是爆肝辣鸡味还是芝士大肠味好的 啊 凤儿先生 请跟我们走一趟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是什么人 找我有什么事 哼 这你不用操心 总之是好事情 跟我们走就对了 喂 怎么又是你们 啊 人家不买房子 你们这班人还没完啦 昨天刚跟你们说了一次 今天怎么又来了 不听劝是吧 非要吃点苦头是吗 我们走 别让我再看见你们啊 谢谢何哥 他们是干嘛的 没事 他们呀 就是一帮房屋中介的 一天天穿的跟黑社会似的 骗你买房子 其实啊 吓唬吓唬他们就跑了 原来帝都的房屋中介都这么帅啊 吓唬我一跳 就那么一回事 你习惯就好了 你这是 刚从超市回来 是啊 成路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我只好自己出了找点吃的喽 哦 是吗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没办法 我看到你们的照片 陪我喝一杯吧 啊 不行啊 你也太能喝了 话说 你和言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们是大学同学 算是青梅竹马吧 我们毕业之后 他如愿当上了警官 我也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 每天开开心心 生活过得也挺充实的 但是他后来调去的反贪组 总是有办不完的案子 回家很晚 我担心他身体 就希望他辞职不要继续做了 但是他没听我的 一次他出差很久没回来 回来后心情就很差 我问他 他什么也不说 第二天电视新闻里面说 一个警官训斥了 我看见他当时就哭了 我见过那个小伙子 人很好 他是言语的同事 但是我按法事 一定要把身影做大 要让他过上好日子 可是后来我投资失败 公司资金周长困难 我心情烦门 言语又总不在家 我一时糊涂跟人去了赌场 结果输得一个二期 还被逼解下了高利贷 现在公司也卖了 言语知道后 劝我不要再赌了 可是我拿什么还钱 结果愈闲愈深 随后我们分手了 对了 你昨天说你手机坏掉了是吧 嗯 是的 拿着这个 这是 本来我给言语买的 现在也用不到了 你先拿着用吧 里面记着我的电话 有事就打给我 好吧 谢谢啊 头疼死了 你醒了 吃饭吧 我以为你只是嘴巴缺点得 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烂酒鬼 没有了 昨天何哥不放我走 好棒的样子 想不到你平时跟个女汉子一样 居然还给我烹饪 猜有你的勾演 本小姐出的了厅堂 住的了厨房 看在你昨天帮我出气的份上 本小姐免为其难 亲自为你下厨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这是什么呀 好气好气 水水水 给我水 你想谋杀我呀 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不好吃吗 不可能啊 我明明是照着照片做的 只有看起来像有屁用啊 这车好豪华呀 我说这是顾丹阳安排的车 是啊 顾队多细心啊 不过一定不是为了你 一定是怕我这个监督太仓牢了 为我安排的 那他自己怎么不来啊 顾队这样的大忙人 难道还要他亲自来接你考试啊 大忙人 明明是已把我找回来的 回来就不理我 这就是麻将司啊 还等气牌啊 那当然了 怎么说也是个举计单位 走吧跟我来 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啊 考试就是在这里了 这个定段是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通过 想再考得等半年之后了 你要加油啊 这个定段是你们都考过啊 当然 想要做职业麻将选手 这个是最基本的门槛 嗨 放心了 你都能考过 那一定是很简单的啦 怎 怎么会是这样 考官竟然是赵倦国 真巧啊小伙子 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你 你想怎么样 别忘了 昨天作笔落花而逃的是你们 又程小姐误会了 我家老伴平时就爱开个玩笑什么的 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都是邻居又是同事 万事以何为归吗 过了这次考试 小方同志就是自己人了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好的好的 这个大叔也没那么可恶吧 好了 请大家开始吧 原来所谓的定段考试 考的就是这些啊 很简单嘛 就这种考试太轻松了吧 肚子 肚子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啊 难 难道是 不好吃吗 不可能啊 我明明是照着照片做的哦 不行了 对不起啊 突然肚子疼得厉害 可不可以出去上个厕所啊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我想是早上吃坏肚子了 那赶紧去吧 快去快回啊 可别耽误了考试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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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死在乘乳手里 你怎么在外面啊 还问 都怪你的早饭 我 先不说了 我先继续考完试 不好意思啊 我回来了 等一下 你们来干嘛的 继续考试啊 你擅离考场 按规矩就是放弃考试资格了 诶 我说大叔 谁说我擅自离开考场了 我不是跟你说我肚子疼 想上厕所你让我去的呀 就是啊 不要装糊涂 定断是从来就不允许考生私自离场 即使有突发事件非要离开 也必须要有一位金考陪同才可以 而且像你这样自己就跑出去 谁知道你是不是作弊去了 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 你们应该都听到我说肚子疼要出去的 他也同意的 你你们 这明明是公报私仇 上次作弊被我们发现丢了面子 现在故意刁难芳若 程小姐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考试规则上有明文规定 考试期间补得随意外出 这可不是我赵建国湖边乱造的 现在有作弊嫌疑的是方若 虽然你是故队身边的红人 也不能颠倒是非黑白呀 喂 刘主任哪 这事尼克的严惩 这两人不但破坏考试纪律 还泼了我一身咖啡 完全灭视麻将司的威严哪 刘主任 别听他的 是这个赵建国公报私仇 故意给方若下套 我能下什么套啊 他违分考试纪律是事实 我只是按规矩办事啊 不要吵了嘛 不过呢 你们这样各执一次 让我也很难办哪 顾队 你看哪 不论如何 大闹考场是事实 无可争辩 方若的考试资格被剥夺 也没什么好说的 是我管教无方 我会给上头写一封检讨戏 造成的损失也会赔偿 非常抱歉 这 什么 刘主任 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 不能就这样 但要老赵行了 既然顾队都担起责任了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吧 大家都是老同事了 以何为贵 以何为贵 我还有点事 你们自己先回去吧 好了 就这样吧 就这样 疯了 遇到了这么多糟心事之后 你对我什么要说的都没有 你好好准备补考吧 我会尽量给你安排的 补考 那个赵建国摆明了背后捅我 你不帮我就算了 算我倒霉 但是你千锋百气把我从荷兰带回来 就完全不管不顾的 我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情 人生地不熟 你电话也不接消息也不回 就像把我完全忘了一样 我都不知道来这干嘛 既然如此 我还留在这干嘛 补考 你自己考去吧 谁稀罕的 方若 方若 何哥 喂 何哥 是我啊 小子 考试怎么样啊 不要提了 闹心思 我打算回去了 好 看来这里面有事啊 没事别愁了 来 哥请你喝一杯 也好 你在哪儿啊 我在小区东边的十字路口等你 旁边有辆面包车 快过来吧 好 好 呦 何哥 你们谁啊 想干什么 放 放开我 哼 欢迎欢迎 方先生 初次见面 你好啊 首先我想跟你道歉 因为我手下办事不力 让方先生感到不愉快了 稍后我会严厉地责罚他们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是什么人 要干什么 方先生 方先生大可放松一点 你是我们尊贵的客人 我们会好好招待你的 我们是一个专注于麻将推广 追求更高麻将技术的大型组织 我们耗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 来搜寻世界上各种优秀的麻将人才 而你就是我们所渴望的人才 我只是个无名小卒 并不是什么人才 不 你击败了红青龙 虽然你并没有真正的战胜李全的鬼子 不过 在那种情况下 能够在仅仅两三局牌中分析出鬼子的能力 并且沉着冷静地考虑对策 最终赢得战略层面上的胜利 这是种天赋 我最欣赏的也就是这种天赋 你们是 暗黑麻将界 没错没错 我想你应该有印象 不过不用担心了 我们不是来找你报仇或是什么的 努力谁都可以 但是天赋是无可取代的 我看中的就是你的那种麻将天赋 我对有天赋的人总是很有兴趣 这里有一位你的老朋友 让他出来和你见见吧 老朋友 过来吧 李先生 是 你 李全 你 你不是被抓走了吗 就在前几天 我想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李先生是我派人救出来的 只不过和过去的形式略有不同 托你的福 我现在也是暗黑麻将界的人了 啊 你也是暗黑麻将界的人了 你以前不是吗 李先生曾经是我们暗黑麻将界的贵宾 所以我们安排了上次的救援行动 可惜失败了 不过好在这次通过我们暗黑麻将界强大的关系网 还是成功的让李先生脱险了 李先生为了报答暗黑麻将界 心甘情愿的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暗黑麻将界的带打 用余生来报答组织 李先生 李先生 再次获得自由有什么感想啊 非 非常感谢暗黑麻将界的多次相救 上次节节行动已经清净了你的万贯家财 这次组织自讨药包费了很大力气 把你从牢里捞出来 想必你也做好思想准备了吧 我愿意加入暗黑麻将界 终身为组织服务 很好 我代表暗黑麻将界欢迎你 从此以后你就是组织的带打 你要充分利用你的鬼子能力 为组织带来利益 你的命属于暗黑麻将界 必须服从组织的一切命令 哪怕是显出你的生命 我说了 我喜欢有天赋的人 鬼子是一种天赋 因为这种天赋他才有资格加入我们 你一样有天赋 我诚振地邀请你加入我们 我们会让你找到真正的自己 赋予你无限的权力和财富 不好意思 我没有兴趣的 哦 你不要误会啊 我并不是对你们暗黑麻将界 心怀借地什么的 只是说真的 被折腾了那么多次我累了 说不定我也不适合打麻将 我现在想去H国好好地念完我的大学 您看行吗 这样啊 好吧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我派人送你回去 你真的放我走 当然 请吧 松科 方如 方如 舅舅我 何 何哥 那 怎么会这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方 方若 我 我对不起你 我 我明白了 方先生认识这位何先生 他赌博借高利贷 欠了满黑麻将借非常大的一笔钱吃 他迟迟没有还 所以我们请他回来聊一聊 对不起 我 我对不起你 求你 我没有办法 救救我 对不起 何先生 方先生无心常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他还要回来去过完成他的学业呢 我们的纠纷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 按老规矩处理 手脚力了点 不 救命 救命 方若救我 方若救我 啊 等一下 请你们再给他一次机会 有话好好说呀 这个嘛 既然方先生是我们的贵宾 您的意见我们还是非常尊重的 只要您开口了 我们完全愿意看在您的面子上 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过我们给您的面子 也相应的应该有点表示吧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哈哈哈哈 很简单 我们想请麻将司的顾丹阳顾队长 玩一盘麻将 如果你可以请动他来 我就饶何文一命 怎么样 请 请顾丹阳 我倒是可以帮你问一下 不过 我不保证他会不会来 这就要看你的咯 他不来 何先生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 我也没法保证哦 好吧 我一定想办法说服他 虽然老套了点 不过还是提醒你一句吧 不要报警哦 怎么办 这是哪儿啊 算了 先找顾丹阳要紧 他不会还不接电话吧 喂 请问哪位 是我 方若 你在哪儿啊 我们到处找你 你在哪里啊 我找你有事情要说 你去程璐家等我 我一会儿就来找你 哎呀没时间等了 人命关天啊 你把你地址发给我 我去找你 好吧 那我等你 好家伙 这么难找 啊 GPS上都没有显示 这什么地方 这么神秘 方若先生 啊 顾队他们都在等你 请跟我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言语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才要问你呢 这下午你都跑哪儿去了 我们都很着急 就是就是 我还以为你真的回国去了呢 顾队四处找了你好久 这个时候来话长 话说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位置这么隐秘 我看外面守卫也挺严的 这里是麻将司的秘密基地 也是我的家 我们在这里商量如何对抗 暗黑麻将界 啊 秘密基地 你们也知道暗黑麻将的事 当然 不仅是暗黑麻将界 包括释放李全 也是我们安排的 啊 你说什么 你说 你们故意放走了李全 方若 你听我说 没错 这是我们的行动计划 暗黑麻将界的势力潜伏在帝都中 不是一天两天了 警方多次想要打击他们 可是他们隐蔽得很好 关系网又错统复杂 抓到他们的证据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们来找我们麻将司 与我们联手 打击暗黑麻将界 放走李全 目的就是让他们引导我们 找到暗黑麻将界的据点 我们知道暗黑麻将界注意到了你 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特意把你安排在严羽家住 并且增派了警卫 然而他们还是抓住了我 什么 你别抓了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果然 我也猜到了 不过我很好奇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轻易地 就把你放回来 还有一些你们不知道的 他们抓了何可 利用他引我走出了你们的盯梢范围 对 然后 他们现在拿他的命运来威胁我 要我把顾丹羊带去他们那儿 他们的头目 一个戴面具的人 说要和你比试一下 找我 这就是了 其实 我们一直怀疑暗黑麻将界 已经将魔爪伸到了我们麻将司内部 我们的几次突击行动都无功而返 肯定有内鬼通风报信 所以 我们才在这个隐蔽的地方 建立这样一个秘密基地 那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很简单 我们没有必要真的和他们比试 他们对你感兴趣 这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你可以进入到他们藏身的地点 你 你的意思是 对 很简单 我会在你身上 安装一个信号发声器 只要他们再联络你 你就去好了 只要我们找到他们藏身的位置 扫荡部队 就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好吧 我知道了 就按你们说的吧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你 顾戴阳 你把我当做什么 呃 你想说什么 什么看中我的才能 什么希望我回国参加联赛 其实 你只是把我当做一个诱饵 用来铲除暗黑麻将戒 是吗 嗯 从最开始 从你找我回来 你一直都是知道这些计划的 是吗 是的 从最开始我就知道 从最开始我就知道 唯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是方若先生吗 今天下午四点 洛城大街东边的十字路口等 会有人去找你的 喂 你等等 喂 方先生 你好啊 啊 欢迎 欢迎 方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两天过得还好吗 还好吧 何哥怎么样了 他很好 你放心 那么也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吧 怎么样 顾队长肯大驾光明吗 不好意思啊 舒服他果然还是要花点时间 其实之前我们闹了点小矛盾 所以他总是不接我电话 我听说他为了李先生被你们救出来的事也是焦头烂额的 他说今天晚上晚点会回复我 所以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天啊 你也说过三天之内找他来吧 是这样啊 看来顾队长的确是个大忙人呢 不过嘛 我已经把他请来了 喻 这 hombres这 这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 顾丹阳 你 你们 为什么 这还要多亏了你 亏了我 是啊 多亏你带着有GPS定位的手机 才能带我们去麻将司的秘密基地啊 何哥给我的手机被装了GPS 怪不得要我去警告丹羊 可恶 我被利用了 不 不是那样的 没有 不是 我 方老弟先不要着急道歉 顾队长和K布置了这么大的一盘棋 不就是希望看到现在的结果吗 冒这么大险顾掩盘你和李全同嫁随机回国 这个魄力在下真是佩妇 顾丹羊 你 原来这些都是你安排的 拿别人的生命做赌注 就为了你的任务 方若 你听我说 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我们其实一直都想帮 页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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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什么 这个臭女间我早就看她不爽 派我的跑路计划泡汤 现在还敢在这放肆 许旧的事情我们就留在稍后吧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我们就打几圈交流交流感情好了 正好我也想一度名阵四方的顾队长的精湛排技 看来你也不会给我选择的机会 这些是你们的筹码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打国标 打四拳 每拳四盘 不设连装 一共打十六盘 四拳打完后 如果方老弟筹码最多的话 他和严警官可以安然离开 不过顾队长和程小姐 就得把命留下了 你们不就是要除掉我吗 关他什么事 赌注大宁顾队长才会更加认真呢 顾队筹码最多的话 顾队和程小姐可以安全离开 但是就要对不住方老弟 严警官还有何文了 那如果李全赢了呢 如果李全或者我赢了 就有权决定你们所有的去留 那如果出现并列第一的情况呢 顾队 我劝你不要动什么歪脑筋 并列第一的情况 我以前几乎没有遇到过 我也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不过如果真的出现了 那就让并列第一的几个人 加赛一拳 直到分出胜负为止 顾队这样问 有什么含义吗 对了 难道顾队是想向方若暗示些什么 这个时候了 我一定要冷静 冷静 李全对我恨之入骨 肯定希望置我于死地 不过国标马枪不是连装 只要装甲制骰子的时候避开他面前的排山 他就无计可施了 更何况李全的鬼只要同时对付我和顾丹阳非常困难 所以 他一定会选择针对我 至于面具人 首先 如果仅仅只是想要我们的命 他不用费这么多劲 直接弄死我们就行了 他对顾丹阳似乎非常在意 现在的规则明显是让我和顾丹阳分得你死我活 而他应该是想纳我入暗黑麻将界的 所以 他会针对顾丹阳的几率非常高 方老弟 你可要多为你和严警官考虑 顾丹阳如此利用你 会根本没有必要为他冒险 相反我们暗黑麻将界非常诚恨地想要你加入哦 顾丹阳 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 如果不是你 我还在H国当我的好学生 我还可以有正常的生活 是你让我遭遇到了这么多危险 还利用我的信任 事到如今 不要怪你 很好 方若 尽情地燃烧你的愤痕 当你亲手把顾丹阳推向深渊的那一刻 就是你踏入暗黑麻将界大门的时刻 方若 顾丹真的不是你想象的内安 方若 想再摸到我排身前速战速决吗 中 一万 八条 七条 二条 中 二条 是 五条 八万 二条 红 绿色 八十九番 这样迷迷糊糊的可不行 我是不会手下人情的 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 方若 你不会真的 想要顾丹阳的命吧 这个臭小子不处不行 万一真的让他进入暗黑麻将界 我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到时候 哼 不过 下局可是我坐撞了 让你们见识一下 让你们见识一下鬼子的真正实力 天虎 天虎 天虎大自习 八十九番 看来我把你全逼齐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传说中的鬼子果然厉害 你们个个都胡那么大 小牌我都不好意思出手了 自摸 九连宝灯 八十九番 队 队长 太好了 姐 我们该怎么办 可是现在赢也不是 输也不是 怎么办才好 太精彩了 好久没有与这么多高手对决了 连我都忍不住认真起来 广自摸 七队 情要九四归一 九十一番 孤单牙签理权已经够难搞了 没想到这个面具人的实力 也不容小觑 一个一个来吧 七条 胡 北风 胡 低头 胡 盖斯的方若 为什么你要这对孤队 你想要杀了我们吗 这就对了 方老弟 使食物者为俊杰 没必要为这种傲慢自私的家伙 搭上自己的性命 不能再这样下去 国标马径不连装 我规制发挥不出全部的力量 这个臭小子再这么赢下去对我太不利了 这个孤单阳听说很厉害 怎么现在这么弱 九万 碰 三条 一万 碰 东风 霸桶 碰 九条 胡 请要求 六十四番 李全这小子为牌位的这么明显 哼 不过无妨 如果方说连这么点考验都过不了 怎么加入我们暗黑马将戒 果然跟我分析的一样 李全先给顾丹阳喂牌 然后又给五湖喂牌 就是想让我点炮给顾丹阳 他并不理会他的上级有什么打算 一心只想除掉我 既然你们的目的都已经显现出来了 那么来吧 接下来好戏才刚开始 这 七手牌不太理想啊 三万 碰 三头 碰 三条 碰 四万 碰 四条 碰 四桶 碰 六条 碰 七万 碰 碰 碰 七桶 碰 六万 碰 碰 Dou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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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pués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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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 他手里是二万 不过 敏军人想让我打败顾丹阳 他不会因为这种小牌就活的 既然他手里是万字 那条字也安全 九条 八条 五条 二条 现在户也太小了 就快到我的牌上了 现在这里户了孤丹阳也没什么意义 还不如等清一色让风若点炮给我 看来李全手里的是二条 李全一心想要赢我 不愿为了户孤丹阳这种小牌 而放弃户我大牌的可能 也就是说 统三拳 九头 八头 五头 二头 一桶 再过两巡进入我的牌山之后 我摸的第一掌就将是一桶 这样就可以自摸清一色 这排局最后的胜利者将会是我 二条 五 什么 四暗刻会一色 外加双剑 圈锋 门锋 一九克 总计八十四分 怎么会这样 很好很好 方先生 我果然没有看错 你的排级的人折服 接下来我们就清点一下筹码吧 来人 看方若的表现 他是真的对孤丹阳产生的敌意 这次既可以除掉新头换孤丹阳 还能招募这么一个有前途的小子 上面一定会对我赞赏有加的 金 经理 结 结果是 是平局 什么 太 看好了 还好没让方若拿地 顾丹阳 你果然有两把刷子 看我一会加赛把你干掉 来呀 不对 这种情况下打成平局太可疑了 这两个臭小子 在搞什么鬼 你们要是胆敢在我面前耍什么把戏 好吧 既然是平局 那找我们一开始说好的 加赛一拳 这是加赛的最后一把 只要我赢下 分数就又能打平 这样还能再拖延一点时间 等待救援的到来 不过这样的话 就必须是方若打出这张一筒才行 一筒 混一色 女色三不高 圈锋克 妖九克 三十七番 怎么会 算你走运 孤单样 喂 轻点筹码了 等一下 打开他的牌 是 臭小子 你明明自摸了 居然不胡 放炮给顾丹阳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方老弟 从刚才开始就感觉有点奇怪了 没想到 你真的跟顾丹阳传统好像拖延时间 从一开始你就根本没想要打赢任何人 也没想要嫁入我们暗黑麻将界 敬礼 我一开始就跟您说过了 这个臭小子绝对不能相信 说实话 我很佩服你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把局势做成平手 可谓神迹 不过 敢语弄我的人 从来不会有好下场 方若 别动他 说到底 你不就是想要我消失吗 全都冲我来好了 顾丹阳你也跑不了 让我先解决了这个臭小子 帮忙 快跑 电雨 电雨 警察 不要命了 住手 超温 嗯 啊 喔 哼啊 哼啊 高啊 哼 лет 哼 billion 哼 温世 От备行 Santos � 动 放小气 是什么 是 是你 可以 还不放下武器 可恶 这次你们辛苦了 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一举端下了暗黑麻将在帝都的秘密组织 想不到那间居然就是那个刘主任 也算是我们走宴 方君 怎么了 不 我只是不知道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你继承了你父亲惊人的天赋 把你召回国确实是想培养你 让你在麻将界站露头角 只是中途出现了暗黑麻将界的干涉 我们有理由相信你被暗黑麻将界盯上了 可能会有危险 于是做了一些安排 希望能保护你 在打击暗黑麻将界部署的同时 让你陷入这样的危险 让你陷入这样的危险也是我们疏忽了 我代表麻将司跟你道歉 话说回来 风君 人生总是要有波折的 你如果坚持认为是我们利用了你 那你马上会H过 我有无话可说 可是你如果能把这次的经历 当成人生中的一场试炼 那么终有一天 你会看穿局内局外 看穿着世界百态 看穿人性一切最虚伪 也是最真实的那一面 麻将不止于牌桌之上 他包含了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动心了牌局 也就动心了人性 动心了人世间的规则 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 你才能成为麻神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走 不好了 留着人 不 犯罪嫌疑人被被暗杀了 什么 看来我们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喂 好的好的 做得好 事情都已经办妥了 理听 做得好 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出去吧 是 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好戏才刚开始 K